好 咱们来看一下快排 这个快排快速排序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想呢 我们不就看课件 直接跟着走啊 现在仍然是有一个无序的序列 现在呢 我们要换一条新的思路了 新的思路是什么呢 想一下 之前我们再去做的 你插入排序也好 选择排序也好 是不是把序列当中视为两部分呢 然后把其中的一部分的元素往另外的一部分去做吧 那现在想了 我们换一种新的思路 换一种新的思路是什么呢 看一下 假使说我现在有第一个元素54吧 这代表整个序列当中第一个 好了 那我现在要做的是不把这个东西视为两个 一个有序的一个无序的 我就看一下54最终放到有序序列当中 到底放到哪 我直接去找54的位置 想一下 我直接去找54的位置的话 怎么来找呢 怎么来找呢 就要看了 我有两个游标了 我双面夹击 怎么来双面夹击呢 他采用这样的方式 我第一个low指的是26吧 看 26的话 你想我最终找到一个54位置之后 如果我按照升序去排 那54左边的是不是都得比54小 54右边的是不是都得比54大呀 对吧 两边具备这样的特径的时候 54的那个位置才是它的正确位置吧 好 那为了达到这样的方式 怎么办呢 我找一个low的游标 找一个high的游标 那也就是说 我low这个游标所指过的元素 或者说是它所经历过的元素 必须全部都比54小 那你想我随着low往过走 往过走 high这边呢 它所经历过的元素 必须全部比54大 那你想它也往左边走 往左边走 走的之后 它们两个交汇了 一旦交汇的话 也就意味着 low左边的是不是都比它小 high右边的是不是都比它大 那它俩交汇的位置 是不是就是54所在的位置 我通过这样方式 不一下找到54的位置了 对吧 就是这样的过程 那好 这是它的一个思路 那这个过程到底怎么来实现呢 先想 一开始我就去找54了 好紧接着我让low去指向 剩下元素当中的第一个 还有一个high的指针 指向整个序列当中的最后一个 这时候开始移动游标了 我先让low走 我让low这边先走 先看一下 low所指过的26 是不是比54要大呢 不是吧 它是比54小的吧 比54小 那也就意味着是符合条件的吧 因为我们说的low所经历过的必须都要比54小 所以它是小的合格往后走 这时候发现是不是走到93了 对吧 发现走到93之后 93是不是比54大呀 是比54大的吧 那我意思就是说 我到这个位置low不能往前走了吧 我得把这93这个障碍给它排除掉 我low是不是才能再往后走啊 所以low到这个位置停了 这时候我要看high了 看high这边 也就是高位这边 代表的是比54大的了 那怎么来看呢 先看high所指的这个元素20是不是比54大呢 不是吧 比54小吧 所以那high是不是也不能动了 那这时候就发现了 high所指的元素比它小 low指的元素比它大 我两个位置一交换 想一下 两个位置一交换 这时候是不是low又可以走了 high也可以走了 对吧 是这样的过程吧 好那紧接着我就开始走了 high这样交换完成之后 我再让low往这边走 low指过的17是比54小的吧 比54小还能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之后 碰到77比54大了吧 我停下来 停下来之后让high这边走 走到这边55是不是比54大 比54大好往前走 走到这边碰到44了吧 比它小 那这时候我再让两个位置进行交换 那你想这个交换的过程 是不是就是把所有大的 你都移到high的右边去 所有小的都移到low的左边来 就这样的过程吧 那紧接着移完之后 我low又可以走了 好 low走到31了 对吧 走到31之后 紧接着发现它是不是比54要小啊 那小是不是还可以走啊 走之后是不是low跟high重合了 走到位 走到这个位置之后 我是不是代表不能再走了 那这按照咱们现在这样的过程 那low的前面这个位置 是不是就是54应该在的位置了 对吧 那你通过这样的一个步骤来说 54的这个位置 是不是就找到了 是这样的过程吧 找到之后好了 那你看54左边的 是不是都会比它小 54右边的 是不是都会比它大呀 对吧 好 现在呢 我们再对这样的两个部分 分别去执行相同的过程 这么有趣 没事 我们把它分为两部分 分成两部分之后 再对它执行相同的过程 也就是说分开来看了 最左边的这个序列 仍然是拿出第一个26的位置 去找26到底应该放到哪里边来呢 到底应该放到哪里边来呢 这时候是不是应该放到中间这个位置上面了 看咱们这个这个数据 对吧 放到这个位置上好了之后 那我再对26左边的这两个执行相同的过程 26右边的执行相同的过程 对于54右边的序列 仍然按照这样的方式 去看77到底应该放在这个序列当中哪个位置上来呢 应该经过两边去相夹的情况下 放到这个位置 紧接着5593 分成这样两个序列 再去执行这个过程 那现在这个过程能明白吗 它的思路能明白吗 也就是说 每次的话 对于一个序列来说 对于这样的一个序列来说 我每次执行快速排序的操作是什么意思呢 找出序列当中的第一个值 然后判断一下 这个值究竟位于整个后面序列当中的哪一个部分来 究竟位于哪一部分呢 我就要靠两边去相夹了 夹到了这个位置 就应该是54所在的吧 好 那这通过这个过程当中 也有一个特点 就是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特点呢 所有在54左边的元素 必须都比54小 所有在54元素右边的都比54大 要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54所在的就是它的位置 至于比它小的这一部分 至于比它小的这个序列来说 究竟有序无序不管它 我只要达到的就是通过54把整个元素分成两部分了 就是通过54把整个序列分成两个部分 然后分成两个部分之后 那紧接着再对它的两个部分按照相同的方式去 比如说对于它左边的 我先看断去找26的 我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找到一个26所在的正确位置 在26左边的都比26小 在26右边的都比26大 去找到这样一个位置 那所以这时候让26来分的话 对于左边的序列就应该是20和17 在它左边 31在它右边吧 对吧 对于右边的这个序列 同时按照这样的方式 我要找到这个序列当中的44所在的位置 找到它的位置的话 那所有在44左边的都要比它小 在44右边的都比它大 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的 这个过程明白了吗 这就是快速排序的它的思想 通过每样这样的一个步骤的话 你想54或者是26 找到的这个位置 就是把它放到中间的位置上的话 它所在的位置 是不是就是它真正在有序区列当中的位置 对吧 我执行这样多次操作之后 每一个元素所在的正确位置就都有了吧 这过程能明白吧 这是它的思想 好那真正的话 我们在代码当中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写了 之前第一次没上课之前 是不是给大家发了一个课件的是1.2的版本的 1.2的版本的话是代表两个游标同时去向中间移动 移动好的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 先看26是不是比54小 比它小的话 我一直移动 一直移动移动到比如说前面这里面有一个77的时候 移动到77的时候 然后左的这个游标就不动了 然后右边这个游标移动到31的时候也不动了 不动的情况下让两个进行交换 这是刚才带着大家的一个输入 也就是说1.2版本的代码上这样这样的方式去写的 但是在写这个代码当中的话 有一个条件比较难讲 比如说大家理解起来比较费劲 那我们就为了推出突出这个快速排序的话 换一个最好理解的方式 那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就按照1.1.2.1的这个版本 就是后来发给大家的这个版本 两个版本改的区别就改了这块的代码以及这个图了 我们换成新的这样子路了 怎么来看呢 好 我们现在来这么看 一上来的话仍然需要有两个游标 因为这两个游标是要往中间去夹的吧 左边的游标 左边的这个指针是向向右走 右边的这个指针是向左走 通过在走的过程当中完成这个过程 找到会合的点就是它的夹击点 这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仍然需要 这时候的话 我们需要有一个变量了 我们把这个变量叫做中间值也好 随便取 因为比如说我们要找的这个过程 是不是就把54放到中间的位置上面去啊 所以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就叫做中间值 mid value 中间的这个值是现在让它取出最左边的54 找一个变量给它保存起来吧 好了 这时候这时候漏的游标是从0开始的啊 h的游标是从最后 那这个过程呢 我们首先去让右边的游标开始移动了 第一次开让右边的游标开始移动 移动的怎么来移动呢 先看 h所指的这个20是不是比54要大呢 不是吧 20比54小吧 小的话 那我是不是就得应该把20放到low的左边来啊 对吧 放到low的左边来吧 那紧接着 好 我没动呢 我就开始做了 我让h既然比54小怎么办呢 我把54 这54这个数值是不是已经通过mid value现在保存了 保存了 我需要建议变量把它保存下来 这个位置上面是不是就空了 那我直接就把h所指的这个东西放到low的这个位置上来 怎么操作呢 也就是说有一句话 如果说当前这个列表当中的h所在的游标的这个值 它如果说是小于中间值的 对吧 如果小于中间值的话 怎么操作呢 如果小于值的话 那我让你的操作就应该是说 让当前的a list的low的这个位置 去等于你的h的这个值 想一下 这过程对吧 一上来的话 20是在这儿呢 结果发现20比54小了 比54小怎么办 我让low的这个位置上面的值就等于h所指的 是不是就把20放到这边了 对吧 然后紧接着 好了 我h不动 我现在h在这位置上面是不是空了 空了之后我就让左边的low游标走了 我找到的一个大值给放过来 它是不是就位置就填满了 我还可以才往进去走 就按照这样的方式 那紧接着这一步是不是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 我开始让左边的这部分开始走了 如果开始让low这边开始走了 让low这边走的话 想一下 我现在low所指的是不是就从h这边挪过来的 对吧 挪过来的话 也就是说low当前指的肯定就是最小的 就比它小的吧 所以在我们这句话当中 你一旦给我复值了 也就意味着是说 我当前low指的肯定就是比我的基准值小的吧 所以我都不需要判断 那一完了 我就直接去让我的游标往后一个位置 一个位置之后 这代表我没判断过了吧 所以我对它进行判断 这个过程都明白 这两句话是在逆幅条件当中的 如果我在右边碰到了一个比它小的 先放到左边来 然后游标往后一个位置 对吧 一个位置之后 碰到的26是新的了吧 我开始做比较了 如果26比54要大的情况下 往往后去做 如果不比它大的话 我游标是不是再往后走啊 对吧 是这样的过程吧 也就是说 还有一句话 还有一句话 那现在就是 现在的条件 如果说 a a list 这个low的游标 所指的数据 如果说你比这个元素小 那我意味着 我的这个low 是不是应该继续往后去移动啊 对吧 所以 我low 现在拿到的26比54小吧 好 往后移动 往后移动的时候 发现到93了 93是不是比54大呀 我开始交换了吧 所以底下 否则的情况下 如果说 a list low 它要是比你的中间值要大的情况下 那我要做的中作 是不是应该把93 也就是说low所指的这个数据 移到右边来呀 所以应该是方法跟上面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时候就应该是 high 右边位置 它应该去存放我当前的low所在的这个值吧 对吧 看一下 一开始是low指向的26 然后发现它比54小 所以执行的是low加等一吧 往后移位 移位之后指向93了 发现93是比中间值大的吧 比中间值大的话 那我就要把这个值放到右边来 所以是右边的这个位置 等于我当前low所指的这个值吧 所以右边的位置等于93 对吧 拿过来了 拿过来之后的话 按照相同的方式 你执行完 移过来 那我紧接着high这个元素 是不是当前所指的我不需要再做判断了 所以我直接让你减等于1 它往左挪吧 所以high是不是就挪到这了 对吧 挪到这之后的话 我紧接着就让high去走了 因为我low所指的这位置是不是空了 空了我是用来存放元素的 所以我不能把你丢掉 漏不动 让high去走 high开始往左走了 high开始往左走的话 遇到的第一个元素是55吧 比它大 然后紧接着 我们在这个代码当中是不没写啊 你如果遇到一个元素比基准元素大 我是不是应该再往左挪呀 所以上面的代码当中 看一下 对于high的这部分 是不是也要有一个elef 如果说 当前的high所指的 大于中间的这个值的情况 那我要做的 就是让high不断的去往左挪吧 对吧 看一下 现在就有了这样的过程 两段代码 那我high紧接着开始往左挪了 往左挪一步的时候 发现是44了吧 发现是44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判断一下 当前high所指的 是不是比基准元素要小啊 如果基准元素要小的话 紧接代码 我就应该是让low这个位置上面值 就等于high所指的吧 所以把它放到左边来 放到左边之后的话 high就变是不是空了 对吧 high空了之后 我开始看一下low紧接着去加1 加1之后判断一下 low所指的这个位置的17 是不是比基准元素小 小吧 小可紧接着如果是小的情况下 low 然后小的话 紧接着加等于往前面再去1 1的时候发现比54大吧 好 那紧接着比54大 那就让右边的这个东西 等于当前所指的77 对吧 直到77之后 紧接着一句话 就应该是让害往左挪了吧 往左挪 挪到这个时候发现 31是不是比54要小啊 比54小 那我紧接着是不是把31 放到左边这位置上来 放到位置上来的话 紧接着看这句话 low是不是又加等于 low去移动了吧 哎 这时候low是不是跟high重合了 一旦重合 我这过程是不是就找到了 找到之后 紧接着要做的工作 我就是让low也好 high也好 一停下来 他俩只相等的吧 让这个位置等于54 看一下54的位置 是不是就找到了 找到之后 那紧接着54所编的这些元素 54左边的这些元素 是不是都比他小 54右边的都比他大吧 好 那紧接着我就要对 他左边的这部分 视为一个子序略 再去执行相同的方式 右边的话 也去执行相同的方式 也就是说 我们在去讲快速排序的时候 你想一下 这样的方式的话 咱们代码当中可以怎么来写 可不可以用地归呢 可不可以用地归呢 现在是还没落实到代码当中了 是吗 好 那关于刚才这一部分 整个一个思路能明白吗 能跟得上吗 那好 能跟上之后的话 咱们就开始可以来实现快速排序了 这就是他的一个基本思想了 咱们开始快速排序 但 toppings 都有 3 5 9 7 5 5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